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初怀了两个 一次产检没做 都顺利生下来了 咋就你那么矫情 非要去医院 莫了 婆婆还会小声嘀咕几句 我儿子咋这么倒霉 遇上你这么个败家的女人 我叫乔思琪 和老公柳电磊结婚半年了 他和我相爱八年了 从我俩在一起时 我就知道他的家庭条件不好 所以 不管什么事 我都会考虑他的情绪 甚至 柳电磊向我求婚后 考虑到他家的情况 我还提出不要彩礼 让我爸妈陪嫁一套三室两厅的婚房 准婆婆知道 这件时候 拉着我的手不停地抹眼泪 琪琪 等你嫁过来 你就是我的亲闺女 为此 我爸妈差点和我断绝关系 可我是恋爱脑上头 就偷了家里的户口本 偷偷地和柳电磊领了证 对于我的先斩后奏 爸妈虽然很生气 但是 爸妈就我一个女儿 也舍不得我受苦 所以 他们还是拿出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给了我 可是 一毛没拔的婆婆 对于房子很有不满意 明里按理用画点了我好几次 看我没搭理她 也就作罢了 可是 在我和柳电磊选婚纱照的那天 婆婆非得跟来 看着我选了一套价值过万的婚纱时 婆婆阴阳怪气对婚纱店的工作人员说 城里人都爱吹牛 连亲闺女都骗 说好的陪价三室两厅的房子 最后只给了一个两室的 这不 为了面子 又来打肿脸充胖子了 居然选过万的婚纱 婆婆的话 让人们发出一阵唏嘘 可我不是吃亏的主 所以 我拉着婆婆说 婚房是我家出的 我心疼你们家没钱 也没要彩礼 你还有啥不满足的 可婆婆却尖酸刻薄地说 没彩礼说明我儿子有本事 可三室的房子可你自己说的 城里的丫头就是没教养 敢顶撞婆婆 看我不收拾你 说着 婆婆大有冲上来打我几巴掌的意思 幸好柳电磊拉住了 柳电磊最好面子 被婆婆这么一闹 我们的婚纱照也没拍成 出了婚纱店 柳电磊给婆婆叫了一台车 直接送回了老家 好在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 所以我和柳电磊也不用担心 回到家后 柳电磊一直向我道歉 还跑去我最喜欢的网红店 给我买了小蛋糕 柳电磊了解婆婆的脾气 她怕婚礼上婆婆在出什么幺蛾子 所以她提议旅行结婚 我觉得她的提议不错 我本来就喜欢旅游 三年疫情让我连家门都没怎么出 所以 我举双手赞成 可是 我俩还没商量好 是去柏林喝啤酒 还是去漂亮国看鲜花 我就怀孕了 柳电磊很喜欢孩子 而且 我用试纸测出怀孕时 有点见红 虽然 医生一直强调说 不用太紧张 注意休息 没有其他问题 可是 喜欢孩子的柳电磊还是要求我辞职 再加养胎 并且 将所有的行程取消 我不想辞职 但是经不起柳电磊的软磊硬泡 并且 她为了表示养我的决心 把工资卡也交给了我 我把怀孕的事情告诉爸妈后 他们立刻把三室两厅房子的钥匙给了我 还给我送来了燕窝 海参和花椒 并且 为了照顾我的生活 爸妈还专门给我请了一个保姆 在家养胎的日子太无聊了 所以 每天保姆做完家务 我俩就在小区里散步 可是 保姆刚来了不到一周 婆婆就大包小包地赶来了 进屋的第一件事 婆婆一改值钱的嚣张跋扈 和保姆抢着干活 就这样 过了有半个月 柳电磊跟我说 老婆 要不把保姆辞了吧 我妈知道错了 再说了 外人照顾你 哪有自己亲妈用心 我根本不信婆婆会转性 所以 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柳电磊 可是 第二天 婆婆开始作妖了 一会说菜咸了 一会说肉蛋了 最后 她放了一个大招说 金镯子丢了 后来 通过家里的监控 看到婆婆的金镯子 掉在了床缝里 但是 保姆跟我说 我虽然是个保姆 可我也要脸面 你婆婆处处针对我 她再这么闹下去 我以后还怎么在这行待下去 没办法 我只好给保姆结了工资 让她离开 保姆离开后 婆婆不做了 但是 不得不说 她不混演一圈 真是可惜了 只要柳电磊在家 婆婆对我好的 就差替我上厕所 解决三级了 可是 柳电磊一离开 她就坐在沙发上 把条肘扔给我说 孕妇的多运动 做家务对身体好 对于婆婆人前 一套人后一套的做法 我向柳电磊提过很多次 起初 她还能安慰我几句 可时间长了 她竟然对我说 咱妈是过来人 你多体谅体谅她 而且 保姆离开后 我妈给我买的燕窝 也都被婆婆偷吃了 我气不过质问婆婆时 她却绿茶地对柳电磊说 儿子 妈没吃过啥好东西 看那东西稀奇 我就尝了几口 没想到那么好吃 不小心都吃完了 每次婆婆这样 柳电磊都对我说 我妈把我养大不容易 你不喜欢她就算了 吃几口东西 你也心疼了 因为柳电磊的态度 婆婆对我愈加放肆 甚至让我给我妈妈打电话 让她送燕窝过来 我很烦婆婆 而且 燕窝又不是白菜 那么贵 我家再有钱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 所以 只要柳电磊不在家 我就躲在卧室里不出来 昨天 我和闺蜜视频 说要三个月NT了 很紧张 这时 婆婆冲进来指着我说 医院都是骗钱的 我生了两个 都没产检过一次 他们不也健健康康的吗 我气得抓起茶杯 就砸向婆婆 然后 给柳电磊打电话 让你妈明天赶紧回家 我一分钟不想见到她 因为这个插曲 柳电磊请假回家了 安抚了婆婆 又安抚我说 琪琪小宝贝 独一你 我明天就把我妈送走 然后 还变魔术似的 变了一块榴莲出来 并且嘱咐我 少吃点哦 我心满意足地吃了榴莲 然后 搂着柳电磊 睡着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柳电磊没在我身边 我看窗外的阳光很好 今天还没有六弯 所以 我穿好衣服下楼六弯了 可是 让我没想到的是 婆婆和柳电磊居然坐在小区的长凳上 我想过去打招呼 但是 看着婆婆手舞足蹈的样子 肯定没说我好话 所以 我绕到两个人的背后 轻手轻脚地靠近 还好 此时接近中午 公园里并没有什么人 可当我听清楚 婆婆和柳电磊的对话 我的心入赘兵叫 婆婆 产减就是浪费钱 你赚钱那么辛苦 她怎么就这么败家 柳电磊 妈 你别这么说 婆婆 你娶个城里媳妇有啥好的 一分赔价没有 你看看你堂哥 高中毕业 谈了个对象 女方家虽然是农村的 却陪嫁了一台二十万的车 柳电磊 琪琪家也给了房子啊 比车贵多了 婆婆 你别欺负我 老太婆不懂法律 那房子虽然你住着 可都在她爸名下 搞得你跟入赘似的 听妈一句劝 明天试试她 她家就她一个女儿 我不信她没有私房钱 柳电磊 妈 琪琪有私房钱 早就拿出来了 婆婆 城里女娃子心眼多 她家条件那么好 她爸妈肯定偷偷补贴她 只要你说产检没钱 她能自己缴费 说明她和你不是一条心 婆婆说完这句话 柳电磊没有回答 透过绿植的缝隙 我看到她低下了头 我很欣慰 觉得柳电磊 肯定是相信我的 可是 几分钟后 柳电磊抬头看着婆婆 很坚定地说 好 柳电磊的话 让我很伤心 但是 我一直在说服自己 一个怕我委屈 能把母亲送回老家的人 肯定会一直对我好 她对婆婆说的话 只不过是安慰她 可是 缴费的时候 我的脸却被打得很响 柳电磊拿着我的医保卡 在自助机上缴费 可她的手机提示 余额不足 这时 柳电磊温柔地看着我说 老婆 我信用卡透支了 产减的钱 你先付了吧 如果 没有听到婆婆 和柳电磊的对话 我一定会点头答应 然后 跟我爸妈要钱 但是 现在我不会了 因为 柳电磊的工资卡 虽然放在我这 可我知道 每次工资到账 除了还车贷 她的工资 都是她自己保管的 昨天晚上 我特意在她睡着时 查看了她手机银行 余额有五万多 所以 我冷冷地对柳电磊说 没钱 听了我的话 原本带着微笑的柳电磊 突然阴沉着脸 冷若冰霜地对我说 咱俩结婚后 你要什么我没给你买 就是让你出一次产捡钱 你就跟我藏心眼 说完 她像脱室的 把我拽出了医院 我的力气 没有她大 但是 我知道和她回去 肯定还有婆婆的 冷嘲热讽等着我 于是 我不顾看热闹的路人 坐在地上大哭 柳电磊是要面子的人 她甩开了我的手 愤怒离开 她走后 我赶紧叫了一台车 回了娘家 然后 我跟爸妈说 要离婚 并且拿掉孩子 听着我的话 爸妈没有责怪我 只是说 有些人早些看清楚 也不是一件坏事 于是 第二天 我在妈妈的陪护下 去了医院 然后 在娘家 坐了一个月的小月子 在这期间 柳电磊一个电话 都没有打给我 出了小月子后 我没有联系柳电磊 而是直接联系了律师 我知道 以婆婆的性格 她一定会霸占 我家的房子的 所以 我打开家里监控 趁着柳电磊和婆婆 都不在家 就联系了师傅 换了锁 并把他们的物品 丢在了门口 现在 我和柳电磊的离婚官司 已经扭转流程了 虽然 被我赶出家门的时候 柳电磊就不停地 向我认错 可是 迟来的深情比草荐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 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